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就主要想讲一下牛熊涛 这件事拖了很久了 其实都答应了群友讲一段很长的时间 因为我们群里面有个资讯 解读的方式是要解释一下的 所以这片子会分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就是讲牛熊涛的看法 原理背后的想法 另一个就是会员片 那就是一个操作的看法 如果不是会员的话 那也不需要去理会它 因为那些资讯只是在群里面有的 好了,牛熊涛 牛熊所谓的分布 其实基础是什么呢? 我们经常看到的银子很长 是重货区 其实大家都知道是一个 相对其次张数的数字 就是告诉你 其实每一个价位 每一个区间里面 它有多少股票分布 即是分布了多少张牛熊涛 是相对其子的一个张数 它是用牛熊涛的钱 去变成恒指的案金 然后计算出你有多少张 我用这个计法去计算 某程度上 对不对呢? 是对的 基本上是对的 我也想不到什么理由 只是我不知道 证监会有没有要求他 一定要交书 有没有要求你 一定要公布一个正确数字 有没有审查 这我就不知道 而如果 每一个角度 就是一模论的角度 我们经常说 重货区是要杀的 向上杀的 你看现在说的 红镇多到 这是26日 即是昨天 这是前天 这些重货区这么高 大家就会觉得 会杀的 如果基于这个原因的想法 他没理由不告诉你 他告诉你之后 然后市场真的这样走 就算他觉得有问题 他告诉你 会令你不买 或者令你有什么想法 但是市场也是继续向上杀的 其实他告诉你这个数字 是没有左右到市场的想法 这里有两个资讯 一个资讯就是 你自己觉得市场上升得这么高 就要沽了 另外一个状态就是 他也告诉你 有这么多人在看沽 而你又认为 他会杀红 但是你仍然是继续买红 这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你明白吗? 所以他没有什么必要去 他现在告诉你 我开牌给你看 你也是这样赌 那就没办法 这是26日 即是前天 现在在说 226 不知道有没有 星期六 星期五有没有减少 昨天下降到227 上方也在说 按这个图去看 也在说 有三四八点 即是一开波 也在三四八点 可能也有 两千多张 牛仔 最新的还没有 他还没有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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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还没有更新 所以你还没有更新 究竟有没有更新 NO 其实那个代表性还挺大的 而唯一 他们可以隐瞒的是什么呢? 就是实际金额 就是当中有多少钱 但是你去统计 你也能统计到 究竟买卖了多少牛红症 因为这是用杠杠比例去计价的工作 而这个杠杠比例 是会根据他的点数上升 令到牛红症的价格改变 而令到你那张症的杠杠比例是改变的 所以其实你不是一个死数 不是这样看的 以前教学片也有说过 这个杠杠比例 其实实际上 对我们来说的意义 不是很大的 你不会看着杠杠比例去倒的 这个和你没什么关系 只是他追回出来的数字就是这样 而最后因为这样 我们同一笔钱买下去的牛仔 譬如我用10万元 买下去22,700点的一张牛症 或者红症 然后我用10万元 买到23,400点的红症或者牛症 出来的效果就是 他告诉你 那张数是不同的 明不明白这个意思 为什么呢? 因为他用杠杠来推演出来 究竟我用杠杠比例 推演出来 究竟我用多少张旗子 而这里 例子 一千元 两仙的 我当比例是20倍 一千元 我买4仙的 可能就立即变成10倍了 即是公关比例都缩小了 即是 你的价格越贵 价格越贵 除了你本身的比例之外 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它越远 它也会贵一点 这样的情况下 你出来的数字 就会变成了 不是说一张就对一张 不是这样的意思 它是一个对应公关比例的数字 不是一个死数 不是说你无论买哪一点也好 买一张 那里也会显示一张 一张的价格 也是显示一张按金的价格 按金也会变成 按这个状态 去计算就等于一张 就不是这样的理解 它是一路会变成的 所以常常有些案件 会告诉你 那些庄家 会告诉你他计算不到 是计算不到 他怎样计算不到呢 就是因为你不停 你的游戏那个刻不停 他没有办法买数 他不停地变成 所以他不会看到 计算到的数字 其实你真的要计算 也计算到 不过你就要采样 用采样的形式 你用现时期的话 也不是计算不到的 用现时期的话 就比较难 不然你要计算一个时间 譬如每一分钟 他利用整个市场里面的牛控制买卖 然后拿他们每一张 改变他们的杠杆比例 然后去计算 那你也可以 是 大约计算到 但你也不会准备的 随时 这一刻 说完给你听 下一刻就会变的 会是这样的状态 所以 怎么计算也好 其实这也是一个参考 也不是意义很大 你只要有一个数字 可以告诉你 即时的牛控制买卖 的改变 你不用理会是什么 它可以是一个银洞 可以是一个代数 可以是什么都可以的 不是银洞 是一个代数 或者是一个变数 总之他那一刻告诉你 那个趋向是向这个走的 其实你就已经知道了 你不需要真的看到它是哪一点的 也不需要的 那 是的 状态就是这样 即是说 如果同一笔钱 同一笔钱 越近那条巴 的话 越近那条巴是什么意思 就是越近现价 应该这么说 越近现价的时候 那条巴 应该是 越长才是对的 而同一笔钱的话 是越离开现价的话 那条巴应该是越短的 应该是这样的 如果你看到某个价位 譬如离开现价 是300点的 那条巴的量 那条巴更长一点 譬如我们以这个图来计 譬如23000 譬如23000点 这个位置 23000 和22500点 这是很接近现价的 但当它是很接近现价才算 虽然它今天就死了 昨天就死了 但可以的 不要管它 就当它是这样的 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这个位置 比你想象中更少 而23000点的重货区 是比你想象中更多 因为下方的 近现价的权权比例 是高一点的 而去到23000点 这个位置的权权比例 是小一点的 但是它的张数更长 更多一点 其实比你想象中的要多了 就是有一个倍快的效果 当然每一张都不同 所以每一个人的成本 每一张都不同 所以计算出来的 没有可能是一个线性 只是大约知道 其实 如果它去到那些位置 比你想象中更多 你就要注意 假如你相信这个阴谋论 另外 我们刚才说的阴谋论 红仔多 是不是会引导到市场上升 我觉得这个是不可以100%肯定 也不应该这样去肯定 我觉得它出来的红症 或者市场上升 但是红症越来越多 它只是一个客观结果 因为这是一个 代表了一个什么状态呢? 我应该这样去解释 一般来说 我应该这样去解释 一般来说 没有什么话事权的散户 和一个有话事权的大户 通常都是对着干的 而这个图 只是当时 当它累积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它当时只是告诉你 散户的情绪是偏向哪里 因为他们两个用的 两方面的人用的推测 以及用的预估的思维 是不一致的 大家不是一样的 怎样去说这一回事呢? 比如从一个客观点子去考虑 比如欧控正实际 他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是一个公开博弈 和庄家 就是并行的一个效果 庄家的角度去看 他的交易对手 其实就是其他庄家和散户 而庄家往往都是一群 比较有实力的投资者 他们手上有大量的证股 期指、期货、期权 还有大量现金 还有一系列都没听过的交易策略 所以散户在面对每一个庄家 他们的庄家之间的目标 相对来说是比较一致的 他们考虑的东西 也不会离开得很远 而散户考虑的东西 也不会离开得很远 这形成了一个我们经常说 散户就是大户的点心 因为他们想的方法是不同的 这是很现实的 有些人好像我们经常说 举例来买楼 有一批投资者就懂得想 我投入30万借了钱 买了一层楼回来 赚300万我就整10倍了 但是有一批买楼的人 就在想 我拿了首期出来死了 我要供到330万 我才回本 解释是这样的 完全是两个思维 那330万那个 永远都不敢买的 他计算到自己 每次都快死了 但是另外那些人 就不是 我觉得这个数据做一个 那就是做 当它跌了 我都输了极有个谱 那些是楼 他会有这样的想法 两者的思维不同 形成了一个 譬如有个简单 有些人去看大市 觉得供求不少 人就不停增加 那楼市已经长升了 接着就会通胀了 但是有一批就觉得 不是 那市场快要跌了 那 我不如先沽出去 然后再上车 但当中可能是 你中间等待的住屋成本 然后是利息变化 然后你那个时机 等多久 这些机会成本 甚至乎你错了方向 等不到 然后还有洗肺 税等 你都没有算的时候 你就觉得是这样 那他就去拿车 那拿车就永远都是 买不回车 还比买错 所以这是一个 往时的十年五十年来 是这样的情形 形成了两个考虑 大家想的事情就不同 我们可以说 不是 有市场的力量 是 但是市场的力量 是一个统称来的 那市场的力量 是由什麽组成呢 你自己想想 你想想 哪里 你一般的散户 或者一般的普通的投资者 有没有这麽大的力量 放到市场上 控制到它 或者影响到它 这个市场的力量 说得很好听 说得很好听 但是背后的逻辑 其实市场的力量 是什麽 或者你换个角度去想 说得差点 牛熊正 很大部分都是一个 庄家制的考虑 它是庄家制的同时 也是公开博弈的制度 但是先出来的 是一个庄家制度 那你玩牛熊正 你想想 现在它是庄家制度 就是你和它在斗 那你和它在斗 那你玩牛熊正 是输多 还是赢多 还是最多的状态 就是 赢完之后再输很多 是吧 多数都是赢完之后 就输很多 很少就是赢完再赢 特别是一路 一路输一路扣 一路都看 所以我经常说 你单向那些 走错边就走 其实也不单单只是 牛熊正 不单单是即日几下 中线也可以是这样的 可以这样输 那 其实散户 你要牛熊正长期赢 基于它的逻辑 和实际的变化 其实你只有老鼠搬大米 这个方式 你才可以长期赢到钱 你要明白 你每一次赢到很多钱 那次 其实跟你没关系 你知道吗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你买完这只红镇 譬如我看它跌300点 譬如我买它跌 我看它跌 你跌到多少点 其实你不知道 你可以估计200点 但是你估计200点 你了不起 就是用一些技术指标去帮你画 告诉你 实际真的跌多少点 跟你是没关系 你是没办法做到的 你跌到300点 你吃到300点 那次你吃到300点 你是要市跌 即是有东西令它跌到300点 就是市令它跌到300点 然后你才有这个机会 去看到你吃到300点 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中间有很多波幅 那些就是超人技术 那在这个过程里 你自己想想 发生过多少次 如果你发生的次数 是这样不多的话 那么 那么 你每一次的目标 跌到300点 那么 它又发生不多 那你又每一次都买 那么 你中间的东西是怎样 输还是赢 那个大概率 就是他 你输钱的大概率 就是 你定出来的价位 的反转 明不明白 那个意义 其实今天说的东西 是有点深的 我也觉得有点深的 后面的也会再深一点 就是那个底层的理由 所以你要想这些东西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强调 老鼠搬大米 是一个唯一可以叫做 赢得到的 这个不是一个 纯粹讲几个字给你听 不是 是它背后的逻辑 它背后的逻辑 就是一个概率的问题 那么 我们也经常说 譬如你 你买股票就是这样 赢三分二输三分一就可以了 都不用想那么多 有时候可能输很多 有时候我都会输很多 那你都留住 看看行不行 不行 都要斩吧 斩点 然后我后面追回 OK 这个就是时间的问题 最大的概率就是三分二三分一 赢三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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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你看完整张图 哇 跌了半的也有 是吧 那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有股友就问过我 如果你说赢三分一 就赢三分二 那我不是每一次都赢一倍才可以 那这个道理是和你买楼一样 和你买楼的做案是一样 是不是一定是这样呢 当然不是 就是这个概念去调一调 赢输是横向的 你的深度可以控制 怎么说 你输五格和你赢五格 那就是一倍 是不是 我不是输了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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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赢十元才可以一倍 是不是 我一定的 三格可以 一格可以 两格 爬格仔都可以 我以前在库图 炒过红正的时候 也是炒的 我看到那些 后红正爬格仔 真的很厉害 我说我佩服你的精神 我不是说你赢还是输 最后他不是赢很多 又不是输很多 但是那些精神真是可加的 因为很累 很辛苦 这样也不行 那当然啦 牛熊世界 你要保持长期赢 那你一定要设定一个规条给自己 我经常说这件事 譬如你 我赢 赢我可能是赢五格 赢五格 是我想要的一个数字 最多赢八格而已 我就要赢了 这个指赢策略中间有一个不法 输我也是一样 我最多输五格 或者我输三格 五格 我就一定要斩了 这个是你可以设定的 或者你输五格 最多就是八格 那你两者之间定一个规条 大约就在这个范围里面 不会很过分 你那个 净和输五格 都不会很过分 可能有人说 这样就是一个R 但是 短时间 你做交易 刚才我说过 你想升几百点 几百点 不是你做到的 你累积就可以了 你一炮过三百点 譬如 现在我们通常的2R 3R 4R 多少个R 是说你一个交易里面 或者我看到的一个可预期的升幅 和一个可预期的跌幅 或者我可接受的跌幅 但问题是 它不是你可以订得到的 你说的是天下无敌 做就无能为力 你真的不知道 那种状态 你觉得我认为它有潜在升幅 10% 我就做吧 但是很多人就反过来说 说 你要有两倍才好吃 那自己不走两倍 那怎样 我坐在那里 明白那个意义 我们是很灵活的 这是你预期又希望达到 我起码有这样的数 起码有这样的数 然后我才做 但是有些人就觉得 你都吃不到两倍 你很差 喂 如果你是玩大市的 你没有选择的 我一直玩角纸 一只玩棋 那我 我玩棋子 我只得棋子选 那一刻它只能走 如果它每一次都只能走这么多 那我买不到 我没办法会买到的 但是你累积就可以了 我分开两次做三次做 我就可以做到这件事了 不然你单一次 不是必然你可以做到就做到 你可以除了你说 但是你要明白到 我只是这么说 我马底不是这么想的 这样就行 你是这样 没有办法 所以你要明白 还有要理解 其实不是想你看多少 你订多少格 你要明白 邮控正和棋子不同 邮控正多了很多 只不过它入场费低 简单操作 就是这样 就是散户因物 你要明白 你想吃多少 你想怎样老鼠搬大米 搬多少米 每一次搬多少米 就不是你想想的 而是你要看到 这个米 这个米的份量 它最大的出现概率是多少 就是说我现在有 譬如我们统计恒指 譬如一年 有1000万次的转角 有1000万次的转角 这1000万次的转角里面 它出现最多的格数 是多少呢 这个统计上有一个名字 我忘记了那个名字 你看到是这个位置 是这个位置最多的 澳洲就叫standard line 我忘记了 它不是standard deviation 有一个名字 percentile 我忘记了 大约是这样的 譬如我看到 我出现了五格 我数学不是很特别的 所以不要笑我 譬如我中间出现了五格 这个次数出现了最多的 而它多到一个地步 可能已经高过一半 或者五成、六成 那我就用这个来做定义 是吧? 我看到很多 不要怪话 我现在不炒旗子 不炒旗子 不炒旗子很多年了 我看到很多 炒旗子 炒短线的那些 他说 你要吃这么多 我是见过一两个 他说 会跟一些人说 你吃到 多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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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点、二十点 你这样吃 你会慢慢赢到钱 我是见过这样 但有些不是的 你告诉你 我要吃多少点 但你会玩下去 你就知道 吃一个很大的 每一次 基本上都是你的 运气 运气佔了一个部分 而且你要给很紧张的 你是看得很紧的 当然你可以设计 可以设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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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得很好听 你实际上去玩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 譬如 我长期赢了一个月 每次赢了一些 但我懒惰 我又不看 这次不看 突然间又来 特朗普又打电话 转到跌了一千点 像我这样 走完厕所出来 不见了5% 我进去厕所出来 不见了 前面的全都没有了 你变得很紧张 每一个突发的情况都可以 好像我们看到 一年中 在五间吃饭 譬如市场跌了很多 突然间 或者很多人在买菇 突然间 在中午吃饭 吃饭之后 抽升四百点 三百点 突然间一炮上去 杀了你们 有时候没有什么原因 有些时间 我也看到 去年还是前年 有很多时间 没有什么原因 突然间抽了这么多 那你就没有了 你才赢的那些 你怎么赢 你输输赢 也不是经常赢三四百点 是吧 那你就没有了 信箱就没有了 然后你再玩 倒转 它就不断和你夹 所以这些 自己去想 中间有一些数字 你可以去找 找参考 总之都是这样 其实你在股市里面 你做什么都好 除了你基本分析以外 如果你基础 在技术分析上 你基本上 只不过在找参考 去找参考 去批识你自己 相信它 否则 否则 你那些就不是 如果那些技术 每次都要注重 那些就不是技术 那些是 控制术 知道吗 是操纵它的 做不到的 这件事 要明白 你真的玩过 你就会明白 不是随便跟你说 我有这个 我给它一个名字 可能 最近有个估计 跟我分享过 谁的名字 我忘记了 总之就是这样 又说什么因素 我问他 那你没有输钱 他说 也有 也是输钱 那我说 那输钱的话 这一个方案 就不是一定行 那不是一定行 是会有一个变化 这才是正常的 一定行的 就才不是正常的 一定行的 每个人都行 以我传我 总会吸着眼光 眼光一吸着 每个人都这样 用这个方法的时候 市场就会掉转 因为市场 是会有人看着你 当大家都集中 一个方向去赢的时候 那不是一个大方向 每个角度 市场正在升 总要有人沽货给你 你沽货 你才能理解到 利润或者亏损 你当中在市场上 是有人跟你在做对面的 这是一个底层考虑 总之就是 总之大事里面 你做的事情 就是找参考 第二 你不要打算找一个很大的规律 但是它会有一个 sequence 你可以找一下 然后就是大概率 大概率是最重要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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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 如果你做短炒 如果你说做长周期 那当然你会好一点 容易一点 因为中间的波幅没有那么厉害 或者你如果做灵活一点 你做期指也会好一点 容易一点 反应是更合理的 但是牛熊征呢 其实你要想清楚 当你实际摆盘 或者结数的时候 你会遇到什么问题 牛熊征 对我来说 就是轻造 和散户因物 那 道理是什么呢 譬如我们Costco Costco就是很大型的 批量买东西 那些零售店 半批花半零售那种 很大的 Costco 香港没有 美国 到处都有 大陆都有 我们知道那些东西很便宜 但是一次要买很多 很大 那家庭有三四个人 你买一次 都用一整年了 所以你变得很被动 所以因为这样 就衍生了有些人出来 零售 拆细地卖给你 那你明知道 零售世建那些 是贵一点的 但是你没办法 我用不完 你卖多了的东西 是同样的 所以 变成因为这样 也多了一个这样的考虑市场 这个市场就脱离了Costco 这种市场 这个写照就有点像 有点像 牛熊镇 而其实你一次过买很多 其实也有trade off 为什么呢 你一次买很多 你是便宜了 单个来说便宜了 但是它锁死了你的钱 但是呢 那变相你输了什么 你输了选择性 你没有了选择性 当中就有trade off 所以也不需要太介怀 只要你觉得哪个重要 你就选择哪个 大概有一个问题 我们经常说 例子 背驰 背驰可以再背驰 看这些没用的 但是完全忽略了 背驰的出现 也有七成 它真的会转角 只是说它转角之后 它的幅度有多少呢 这不是代表什么 而这就是代表购买力 明白吗 这个不应该叫做相对强弱指数 应该叫做相对价格可接受指数 明白吗 就是说 好像我们经常说的 呃 呃 一个生意 那些零件很便宜的时候 我就可以很便宜买回来 那我呢 当时生意不好 那我又用很便宜的零件做 我就做得很便宜 减价了 卖出去 卖出去之后 那些人觉得挺好买啊 不错啊 买吧 那我又买了 变信就令到那样东西升上去 为什么呢 因为多了一个需求嘛 大家都觉得挺好用的 那当然是好 又便宜的 那当它多了之后 供不应求 这些东西就开始贵了 慢慢贵了 但是呢 仍然会有很多人买的 因为口碑做出来了 但是去到很贵的时候呢 咦 你会发觉 我好像是赚多了一些 算百分比 但是呢 我发觉原来买的就少了 那这个 这个就正如RSI那样 它购买的意欲就减少了 那变信出的量就会少了 虽然那个价格是站在那里 懂不懂 想不想得通 你可不可以picture到这个意思呢 那去到那个位置 去到那个顶部的时候 你要再去令到它加价 然后仍然有这么多人去买 是不是难 是不是相对来说难 那可能你看到 当中可能那个价格真的升了 但是如果我把它变成为一个利润 或者变成为一个turnover的时候 你会发觉 其实那个turnover跌了 虽然那个价格是高了 明白吗 那就证明了市场的购买动力减少了 那背后的原因就是价格高了 所以你说它没用 它很有用的 其实很有用的 你再细心去看 所以我们有两个指标 是在一个升市里面多数会出现的 第一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通常市场上升的时候 大部分的股份都会在20天线之长 行走 就是保利加通道的上轴 第二样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RSI通常都会在50之长 RSI相对没有那么百分百 但是呢 这个机会也很大 所以这个你就 不要说信不信 你就自己去统计 你不要说别人说一句 譬如一个人很好 他只有一个缺点 比如那个人又漂亮 又高 然后又良善 家里又小康之家 对人又温柔 但是呢 他有臭狐 你不可以说他有臭狐 你就掩盖了他所有的好处 以偏概全 那是你的损失 而不是他的损失 明白吗 他是有臭狐 你就帮他医 我们想办法去医 如果你喜欢他 你就想办法去克服他 或者我避开这些东西 你可以每一次见他 都戴着面罩 或者戴着口罩 那些猪嘴 去见他 那你仍然可以和他分享到 欢乐的时光 只不过 你的呼吸会辛苦一点 你可以这样去考虑这件事 所以我经常说的 你不要去... 我们要看一个大概率 不要说他怎么说呢 不要说某一样东西就掩盖了他的好处 而这个所谓转角之后 它跌多少升多少的幅度呢 不是单单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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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ществ labor for barg travail 也不要偷换那个概念 不要说因为我说这些东西 它可以背驰再背驰再背驰 这样就变成没用了 你反过来这样想 你应该看 你应该也要去看什么呢 背驰再背驰再背驰 譬如说七个背驰 六个背驰 四个背驰 五个背驰 它跟着跌的机会率有多大 相对应第一个背驰开始 你去做一个这样的统计 你看到大概都是这样的 我做什么呢 我看见这些东西就参考了 我就小心点 我不是马上放入 配合你的策略就是 我见到这个状态 我进第一阻 再背驰一次 我又再进一次 我再背驰一次 我又再进一阻 我进你十三个背驰 那我就分十三阻 这个可能性很低 如果我大概看到四个背驰 都已经到顶了 一个背驰之后下一个就是第四个 那这个时候 我就把驰码分成这个数字去买它 那这个赢率是不是大很多 所以我经常告诉你那些 怎样分主 怎样去做这些 不是 我经常说一句 在群里面都经常说 不是乱来的 不是我觉得是这样的 是当中它背后是有些东西支撑着它 那些东西可能你不知道 或者你没有去做统计 就像我经常说的 财报 你财报不要每天看 有病吗 对不对 他告诉你 这样 然后你这个财报是这样 你不代表下一个市 世界变了 好像之前看 那些光伏股 或者是航运股 那样 你现在去买 即是你买东西的 就是光伏设备股 这是周期来的 周期是 控制着它 不是财报控制着它 财报只是告诉你 它发生过的事 你只是说 在它发生过的事之后 你去想 它在未来的生意 可不可以比这个更高呢? 是不是? 或者不能够更高呢? 不能够更高会怎样? 会跌 那我是不是看它跌呢? 明明这个意义 就不是 一末就说 看财报 我开了这个频道 很早的时候 我已经说了 总之不要整天 无端的看财报 不要整天都沉迷在财报上 你看财报 你认为你要做些什么呢? 你要看完财报之后 是要看到一些 是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你才有用的 如果那个行业 譬如我做银行 大使告诉你 他的加息 告诉你 他生意事况好了 那你从这些东西 你就已经可以判断到 他将来的财报会怎样 而 所谓的看财报 是要看到 譬如他这个开支 有三个年度 三个季度的开支 都在减少 很大机会 令到他去到第四季度 市况就好 而他这个开支 也是向下的一个trend 你不肯定的 但是你估计 他向下的trend EPS 会放大 EPS 放大 就会令到他底买 所以我买 就是一个这样的思路 但是他是不是一定会发生呢? 不是 但是你是不是 整天都要去看着他呢? 这些是说的很长线 我短炒 短炒股 我们也说了 炒股炒什么? 炒四孟比 是吧? 什么股份升得最多? 亏损的股份升得最多 你自己看看吧 有PE 出来的那些有数计的 我们说过很多次了 是吧? 最近就说新东方在线 当然了 他之后市场消化了 可能会再胜 但是 因为他是亏损 他没有数字给你算 然后他走一声 就不断被你吹 不断吹 做这些东西可以赚多少钱? 就算我告诉你 就算做这些东西也好 你赚多少钱也好 也好 但市场不信 所以说 事实不是在控制市场 是预期控制市场 预期靠什么? 是靠你听起来的东西 你想到的东西 最后我都已经说了 你总之出财报钱 吃糊 出了财报有数计 就不是这样想的了 是吧? 这个就是他的逻辑 对了 有点怒气 总之任何东西都不要忽略 不要轻敌 不要轻视 总之每一件事你觉得他 他要求证了 我才去轻视他 一定有这样的考虑 在这些前提下 在大市里 要升高点低 其实大户相对 较散户是容易做到的 因为家庭体量完全不同 问题是 他做到的事我们是做不到的 问题就是 他们是不是有意向 要去做我们所说的事呢? 打算去推牛杀红呢? 这一点我是这么看的 特别是这一次的超级通胀下 我更加觉得他们是要看重吃饭的 以前我说过很多次 整个市场最难玩的是什么呢? 就是 这一系列的媒介是什么呢? 就是钱 那你说 喂 那当然啦 当然是钱啦 不是怎样有这些东西 是不是 世界是靠钱的 其实当然不是啦 假设你现在 如果你去赤柱 你入赤柱监狱 那这个媒介就不是钱了 可以是烟仔 是不是 那你的利息可以什么 可以屎屁 可以屁屁 是不是 所以这些人的媒介不是一个重要的 在背后的利益 在这些前例下 他整天都要做些什么呢? 要做些对自己的资产 不时阻挡一些调配 所以我认为这个阴谋论 不是说时时刻刻都一定会发生的 就是一定有牙就生牙 有红就生红 他更多的考虑是什么呢? 就是当他出现了一个大局 或者一个大趋势的时候 庄家或者机构投资者 首先他会考虑到这个方向 而当这个方向去到极端的时候 散户就开始有反弹的思维 或者转小的思维 当某一个范围的牛红证越来越多的时候 其实某个程度上就在反映着什么呢? 反映着散户的情绪 你是大户 你不会去买牛红证 除非那些机构投资者 是不可以玩棋子 不可以玩棋权的 有的 他就一定要在市场买的 这样就另计了 但是那些他买的量也不会小的 他会买这些牛红证 买ETF 买这些东西 以往我们也有说过 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是说现在 买这些东西 累积得很多的牛红证 大部分应该来说我们相信 都是散户为主的 而这些东西 他们和大户 之间所想的东西是不同的 而大户的东西 或者庄家大户也好 或者机构投资者 他们主要考虑的都是一个大局的趋势 当中包含了风险和配置 而这个大局观 不论是对还是错 他们的看法 都会影响大市的走向 但是散户就做不到 而散户和大户的落差就是在这 大户想的是大局是市场 而散户想的是投机 是否值得买 或者机会 是想这些东西 所以 或者想他手上那笔钱 因为他最重要的想法就是以小博大 大户甚至乎以大博小的 就是反过来 你要明白一个点 我看到一只东西是一毫子买的 只是值一毫子 我买一千元就是一毫子 大户买十亿下去还是一毫子呢 这个操作已经完全不同了 所以 我们要明白到 这个主要更多的 牛红图反映的是 大户的 对手 散户 他的思想 是这样的 而往往这些人想的东西是错的 所以 不是单单说 我就是要去做这件事 所以 那些庄家做这些东西出来 是 要是为了杀了你的 不是这样想的 因为他有这个方向的时候 他仍然有另外一个方向 也有人买的 对吧 所以其实他中间的利益是在一个价差那里 不是在 真正一个方向那里 这个状态我认为是 是这样的 最大就是 一个散户的客观结果 这个是 我认为他是这样的 而你也要明白 牛红症是一个大肆衍生出来的东西 但是同时间 结果 无论他生死也好 他也不会直接影响到市场 在某个程度上 大股找你出来 真正是制期的 就是一个反处来的 他们的期货 首先要明白 他们是用期货计价 但是他用现货结算 他背后都会做很多东西 这里有很多水素空间 始终大市上面 如果你说把大股看成一个群体的话 那散户 就是另外一个群体 他们之间就是一个博弈对手 最少是其中之一 我想走过几十年 你无论如何都会有这个情况出现 主要不是来自于 大家有一个很好的默契 而是大家的思想 导致你有这个默契 完全不同 所以整个思想应该先看大局 然后大局就出来 影响了资产价格 然后影响了股市的流向 这个就是 再出现了一个大局 两者不同的判断 最初可能是一样的 然后慢慢分歧 就会有这样的落差 而看牛熊涛有没有用呢 如果你说上面的理量成立 我们会出现一个 省户和大户的大局观 有一个落差 就是牛熊涛的多寡方向 是告诉你 不是大户会不会杀牛熊 而是看到他们之间的意向差别 从而实际你可以判断大市的方向 然后你去推论 如果大市的市场力量 集中在大户身上 这样 就会怎样行 你可以这样去分析 如果道理就是这样 但是其实归根究竟 散户最大的原因 都是来自于 怕失去这个劣根性 其实来到这个世界的大部分 这几样东西 是不是没有杀重货区这件事呢 不是我个人坚持有的 但是他只不过理解 就不是大家想这样 我一直都认为 它是一个顺势而为的事情 是一个顺势而为的 他怎样的意思呢 他觉得大局有一个差别 主要控制的人也是大户 上面累积得多 代表他和大户的分歧越来越大 然后 势应该会向上下 因为大局是这样的 因为你有一个落差 告诉我 大局会变成这样 去到上面 他杀不杀你 就是来自于 牛熊的价差 就是来自于他们的代价差 如果 如果 鸽雄有很多 邓牛也有很多 这样的时候 他就不一定向上走 用主动去杀的力量 就不一定向上 但是大市也是一直向上走 如果有一天大户和 有一部分的散户都是一个方向 那 他就会继续走 是吧 没有什么抵触的 但是你问我 为什么会相信有呢 就是当他顺势走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他就会 走迫那些 他就会杀迫那些 那些他就会有人做 但是他不会说 不会说在1000点过外 看到上面有很多 而是他故意不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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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买 不是这样 而是力量本身就是这样 我认为是这样 这是我考虑的 因为他们要考虑的就是 他们持有这些资产 包括他们持有的资产 还有他们在牛熊比例当中的利害关系 这里当中也要包含时间值 所以这个内侣 才是实质要不要去杀这些东西的意向 所以我觉得是有的 但是不可以太迷思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做 而且更多的一定是 你要明白牛熊图的原理 我认为是有的 只不过不是大部分人想的 还有庄家的图是否会是假的呢 因为我刚才说过 他的数据没有什么理由要弄鬼你 我看不到 以市场的反应出来 他没有什么要弄鬼你 我就觉得没有 但是可能有人觉得有 我认为没有这些东西 有的也很短的时间 反而你要小心就是 你在展示牛熊图的app 那条bar的指数 他究竟是用指数化 还是用相对化去展示 什么意思呢 你看这个图 这个很短的 这个是1167 首先这个是否一定是线性的平行图 我们不知道 第一 第二就是 这是一个对比数 因为你这么短 所以才有这么长 如果我换进 不算其他一些 比如 最近好像不知道 不知有没有 等等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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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也不肯定 他可能正在养 对吧 不知道 就是再杀 总之这里也被他杀了 那些熊图 那 我想说就是 所以你要看的就是 这条bar 究竟 不是因为他长 是要看他多少张 所以你实际看他的数字 否则你以为 很长 他一定会杀 看下去只有两张 看下去只有两张 他没有人杀你 很少钱 对吧 这个意义就是这样的意思 未能能累积到 你要习惯看看这些数字 这个要留意 我们也知道 庄家做牛熊正是要做对冲的 所谓做对冲 这是他设立的原理 但问题 他怎样赚钱呢 怎样赚钱呢 我们也是靠股膚的 但是股膚什么呢 就是两个迷思 自己想想 第一个就是 我想知道 究竟他对冲的这个检查机制是怎样的呢 你怎样知道他买了呢 法则是怎样的呢 是否市场自主机制 就是说我自己报上去 第二样的就是 你怎样知道他什么时候做对冲呢 是否有个系统做呢 我不知道 可能有人知道 你可以告诉我 你怎样知道他做了对冲呢 你是 核对他每一单 对应那个时间 就是说这里有人落了盘 三分钟之内 我要在那边买的 就是这样 还是对比价位 还是要那个价位 还是要那个价位 怎样对比呢 就是 你在这个时间 人家在这个时间买了 但是可能它升了 那你怎样做这个对冲呢 这个动作是怎样的呢 你不是 同时间里面 你怎样做这件事呢 那么 我们要知道 它是不是好像平衡数 一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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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们这个阴谋论 背后它产生的利益有很大影响 这就有很多意思 如果我们不能理解这些 我是没办法知道 猜到它是怎样的 如果这些东西 又换一个角度 如果这些东西 对于市场制 那你就要接受股市的deep stake 其实就是 去确定性 就不是去不确定性 庄家是想它没有方向 想你认为它没有方向 就是想市场没有方向 然后从中 是去改变方向 而得到中间的一个 利益的 它一定是抽水的 就是我们之前说过 Longso的关系 它不会停的 因为 有时候你会看到 市场一直横行 一直横行 整个下午都横行的 但是有成交 波幅是很小的 成交是有的 它不是说零 没有 是有的 总是有些东西就在买着 有时候 无论如何 它又会升到一个点 接着它又会跌下去 接着跌到去哪里 它又会反弹 又会反弹 去超过那个点 你讲一次是这样的 我套用到它每一次 它都会出现 它都会出现 你不可以说 它完全不存在 你可以说它不存在 或者你可以说它存在 但是理由不是我们这样想的 但是这个情况是有存在的 你要明白 这个情况是有存在的 只是背后原理是我们这样想的 可以不是我们这样想的 但是 你要找个理由去告诉我 它怎样不是这样想的 所以我现在就接受着这样 就像以前那样 电楼 正楼去库 是吧 现在说给人家库 去正楼 那我要找到才行 当时我找不到 我就先顺着 我现在就顺着 你告诉我为什么 我解释不了 特别是那些 很小波幅那些 很高难度的 大佬 如果你说它很小波幅 它是不是零成价 或者成价很低 它不是很低的 那些都是一百几十亿 也不是一个小数 然后它要继续在这个位置 那是什么人 在那些东西跌到那个位置 它又出来拿钱买回呢 是很稳定的又买回呢 如果 你一定要说是市场力量 那市场力量就很统一 如果是我们原本想的那种市场力量 如果是我想的那种市场力量 就是市场力量背后 其实都是特带户来的 是他们在做的 那我就觉得国安通 我认为是这样 因为我看了很久 我认为他是这样 我解释不了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自由 自由意志是令到它会发生 就是令到 以我们理解的自由意志 以我理解的成交理解 成交 交易背后的意思的逻辑 去理解的话 就更加令到你接受 更加令到很难接受 而更加难接受的就是 原来也是经常性会有发生的 怎样都好 在公司上 不可以说不看数据 但是只是看数据 就不行的 你要理解关系 其实你做什么都好 都是关系 关系是最重要的 那么 要理解大概率 不过 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的省户 有工作 或者相反收入的话 更加多的 我觉得根本也不应该太着迷 反而令到你不知所措 更加应该是 锻炼自己的耐性 心态 还有 你经常想意小博大 最终你得出来的 结果就是输钱 但是 你意小博少 最终得出来的结果 就是赢少一点 差异其实是很大的 那我当然选赢少一点 是不是都输了 你不过快点输了 那你就不用烦了 但是慢慢赢 你就觉得 没有耐性 等很久 但你最终是赢的 很多东西都是积少成多 我经常说财富是积少成多 一次过赢回来的东西 你都不会留得久 很多人都是这样 除非你不停赢很多 你每一次都是 积大成大 积多成多 零计 但是这种人有多少 我觉得我们输大多数都是输心态 输耐性 你身边或者全世界朋友告诉你 这个男生 就不太好 又吸毒又什么什么 但有没有用呢 最后你可能会爱上他 你能够 他对你好不好 或者他坏不坏 只有你自己才做 有些人是很坏 杀人放火 但是他对他老婆是很好的 但是我觉得我满足了 我可以接受到他杀人放火 我就是接受不了他对我不好 这样也可以 这个好坏的定义 其实就视乎你自己心中所想 你也要明白这些东西 可能说得多 没用 其实你自己才知道 你要做过你才知道 譬如我们很简单 我们都知道赌钱 是不好的 赌钱是输钱是不好的 但是这个世界上有些病态赌徒 他们追求的不是赢钱 可能长期赢钱 就会让他戒赌 反而他们想输钱 想要那种刺激 因为他长期赢钱就没有那种刺激感 其他资讯就会留在会员片里说 不是群的会员 不是群的会员 就是YouTube的会员 那你就可以自己收看 因为有些YouTube会员没有入群 另外就是 如果这些 不是会员的话 你也没有数字 因为这些群里的资讯 都没有必要去加入我们的局务 他也不是什么发达笔级 只是说一些技术 不是去诱惑你去做这件事 只是告诉你 没什么需要 以前说的技术 说的牛熊要考虑的东西 其实以前的影片都说过了 这次我想短时间也不会再说什么牛熊症 大约都是这样 如果有兴趣就拿回之前的影片来看看 多谢大家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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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